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现在 刘亦菲陈晓CP赶爆棚 孟华路评分8.7分 刘亦菲被网友们称作仙女 陈晓是全网默认的大帅哥 仙女与帅哥的组合 造就了华语国产电视剧最高评分 孟华路10亿流量的神话 孟华路还在预告片的时候 很多网友就非常看好她 刘亦菲的着装加上剧中的人物形象 目测是要非常火的 淳晓的人物性格和帅气的演艺风格 与这部剧非常搭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宋朝的故事 故事情节也是跌宕起伏 将宋朝的繁荣昌盛和政治经济文化描述的活灵活现 令人看完回味无穷 刘亦菲主演的任务赵盼儿和陈晓主演的顾千帆 两人的爱恨情仇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位主演将人物的细节和心理都抓得非常准 完全融入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情境中去了 给大家带来的是无尽的享受和盛宴 孟华录这部剧将宋朝时期我国文化也传承得非常好 宋朝时期的文化博大精深 剧中通过各种文化艺术展示的情节来将文化因素带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 给观众带来一场文化大餐 向我们展示宋朝前所未有的繁华 比我们想象的宋朝更繁华更繁荣 80后的刘亦菲演绎出了90后的仙女角色 整个剧情中刘亦菲的仙女形象从未中断过 借着古代服装的衬托 仙女形象的刘亦菲更加温柔贤淑 讲这部剧的精彩程度又带到了新的高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